不到中午仁安基金會志工就忙著切菜下廚 因為外頭來了一群弱勢朋友等著用餐 還好志工們動作俐落 三兩下就準備好三菜一湯 來自各地的獨居長輩和街友排隊打飯 接著端到用餐區盡情享用 相較一般人最簡單的日常 對這群長輩來說 卻是最珍貴的食物來源 非常感謝 我們說感謝站長照顧我們 站長只要有什麼活動 或者是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地方 我們大家都會盡力的去幫他打成 因為畢竟在這裡如果斷炊一天 那他們就會少一天的飯可以吃 看到仁安基金會長期照顧弱勢朋友 藝人宇婷也經常參與活動 幫忙當起志工媽媽的助手 還準備小禮物分送給長輩 另外有一群有愛心的網友 發起家菜金小額捐款 不到三天時間 就募集超過三萬元 相較於基金會各據點半個月的食材費 一年冬天來講他有遇到一個比較暖動的現象 加上有些可能政治的一些選舉的關係 所以說他面臨到經費的募集上面來講出現了一些狀況 因為大家的關心度就沒那麼高 所以他在事實上面的經費就顯得不足 那我就跟新北平安站這邊來做個討論之後 發現說我可以做這個事情 所以說網友的部分來講也蠻支持的 讓我們一起來做這個活動 集結眾人力量發揮愛心 過去承受幫助的地瓜媽媽也主動分送地瓜 希望號召民眾一起做公益 而凱布大寬品員工也響應這場有意義的活動 跟著人安基金會到台北車站分送熱食給街友 讓他們也能感受社會溫暖 各界的公司行好的團體 民間團體然後學校團體 那也都可以在這個時節 然後來參加我們這樣的一個發餐的活動 然後也可以來參訪我們的平安站 人安基金會長期送餐服務 希望讓弱勢朋友能有一頓溫飽 也感謝這回有熱心網友發起捐款活動 還特別穿上聖誕裝傳遞幸福 站長也呼籲如果民眾家中有穿不到的厚外套 都可以捐給平安站幫助有需要的民眾 記者邱世民採訪報導